他给中俄边境带来了150年的安宁 他使清朝取得了第一次对外胜利 他让清朝赢得了战争 却输了土地 他就是中俄亚克萨之战 做视频不易 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 小编贵谢 黑龙江刘豫作为满族祖先 宿慎祖的生活之所 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而且从唐朝到明朝的历朝历代 都在这里设立了行政机构 使该刘豫一直处在王化之下 清朝在建立之后 也理所应当地继续对这一区域 行使管辖权加强统治 而早先在明朝后期的时候 由于北方沙俄的迅速崛起后 便开始有计划的向外扩张 自明朝崇祯16年起 沙俄远征军就曾数次主动进犯黑龙江流域 康熙继位后 沙俄更是利用清廷 忙于国家统一和平定三藩之乱 清朝无暇顾及边境之际 侵占了中国领土 尼布楚和亚克萨等地 在此地修筑攻势 构筑城墙 还以此为基础 不断对黑龙江的中下游地区 进行恶意侵扰和掠夺 面对沙俄军队的泛边之举 康熙帝多次派遣使者交涉 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但均未成功 此时康熙帝也认识到 只有付诸武力 才能将沙俄军队赶出领土 为此处于知彼知己 百战百胜的考虑 他在平定三藩之后的第二年 就立刻派人前往亚克萨地区 进行事先侦查 绘制地图 以备战时之需 康熙帝这一极具战略眼光的前期准备 可以说对战役的胜利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康熙24年即1685年正月23日 在与俄国交涉无果后 为了彻底消除沙俄的侵略之举 康熙下旨命令都统彭春赴爱辉 负责指挥收复亚克萨的相关战事 4月 彭春率领着清军约3000人 携战舰及大量远程火器和近战兵器 从爱辉出发 向亚克萨水录兵器 在5月22号抵达亚克萨城下后 立刻向沙俄部队指挥官 托尔布金发出最后通牒 但是托尔布金自视攻势坚固 而且还有450人的兵力 装备了三门火炮和300只鸟枪 拒绝了清军 清军随即在次日 在水上和路上同时列阵 路上部队部署在城南 水面部队部署在城东南 火炮均部署在城北 25号黎明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 清军开炮进攻 沙俄军队损失惨重 托尔布金只得向清军请和 要求在不解除武装的情况下 撤出亚克萨 在清军同意后 俄军随即撤军至尼布楚 第一次亚克萨之战结束 清军打败了沙俄军队后 便摧毁了亚克萨城 而且留下了部分兵力 助手爱辉 加强黑龙江一带的防务 随后班师回朝 然而沙俄军队在第一次亚克萨之战失败之后 却不思悔改 反而继续集结兵地 图谋再犯 1685年秋 沙俄政府再次派兵增援尼布楚 托尔布金在清军撤走之后 最帅大批沙俄军队占领了亚克萨 沙俄这一不讲道义的行为 令康熙帝极为恼火 在次年初 接到奏报之后 随即下旨再次反击 1686年6月底 在经过三个月的准备之后 黑龙江将军萨布素 奉命率军2000 携火炮21门 再次水路并进 7月初 清军抵达亚克萨城 尽管已经有过先前作战的经验 但是萨布素明白 自己所统帅的这支部队 和之前彭春所部相比 在兵力和火力上 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如果直接强攻眼前 这座布局奇异的土木合构城堡 恐怕不是轻而易举 就能占领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 此时的亚克萨城堡里 集结的都是清一色的 哥萨克战斗人员 兵力有800余人 配备各型火炮12门 沙俄军队装备了 除了100支火神枪外 还有750支新式碎发枪 140颗炸弹 及其他军需物品 以及一年的粮食储备 7月7号 在路上炮火和水面炮火的掩护下 清军开始进攻亚克萨城 但是由于清军火炮攻坚能力不足 导致亚克萨城 坚后的城墙 有效地抵挡了清军猛烈的炮火 工程战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未有突破 战至8月份 清军建九弓不下 随即决定改变工程计划 清军在城中 沙俄军队炮火射程之外的地势较高处 围绕城池 建立起一套土墙系统 这项计划类似于当年和明朝 争夺辽东各要塞的攻坚战中 所使用的围城作战 而在清军的优势兵力面前 沙俄军队也决定坚守不出 亚克萨之战就此进入到僵持阶段 9月托尔布金命丧于清军的炮击 亚克萨城内的粮仓 也被清军水面部队的炮火击中 大量粮食因没能转移而被焚毁 沙俄军队还是继续顽抗 虽然期间组织了几次粗围 但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战事一直持续到了11月 严冬降临 此时亚克萨城内的800余名沙俄军队 因战斗和非战斗检员 只剩下150多人 但要匮乏粮食紧缺 清军和沙俄军队相比 虽然不用发抽粮食和弹药 但因部队中多为南方人 且受不了北方严寒而病倒不少 可以说此时战场上的双方 都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在继续作战 直到11月下旬 战事终于有了转机 由于京城方面传来了康熙的议和指令 清军随即停止了对沙俄军队的军事行动 从1686年7月到11月间的 第二次亚克萨之战宣告结束 亚克萨之战 清朝共参战4000余人 沙俄参战1000余人 虽然清军没能最终夺回亚克萨 但是通过长期围城的作战方式 使敌人大量减员并且失去战斗力 也可以说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在双方停战后 清康熙26年即1687年5月 清军解除了对亚克萨的封锁 但对沙俄军队依旧保持着临战态势 这种戒严状态一直持续到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才结束 清军在此次战役中的优势 一是在作战中善于扬长臂短 清军出于自身火力较差 但兵源众多的考虑 根据占领亚克萨沙俄军队 承奸炮力但兵力不足的特点 主动扬长臂短 不急于在敌炮火下发动强攻 而是在承周围构筑攻势 断其外援 不仅可以长期围困 还使其丧失了炮火优势 最终在一年后 使沙俄军队因饥饿疾病和战斗减员 占90%以上 补给和后援也都难于保障 很快就陷入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失败也就成为其在所难免的结局 二是善于把握战机 沙俄侵占亚克萨之时 正值清廷忙于平定三番之段 无暇顾及边境 而康熙帝也不急于使用武力 而是采用外交手段解决 待三番平定后的次年 康熙帝虽将以武力驱逐沙俄军队的问题 提上日程 并在做好战前准备的基础上 先后两次出兵亚克萨 对沙俄军队予以沉重打击 三是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互配合 待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 又通过外交手段来巩固军事斗争的胜利成果 使沙俄不得不撤出亚克萨 承认了中国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主权 亚克萨之战是清朝军队 反击沙俄军队入侵的一次重要战争 此战的胜利 有力地制止了沙俄向黑龙江流域进行扩张的计划 维护了清朝的国家主权 亚克萨之战也是中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此战的胜利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